我們開始開會 上一次的會議記錄分寸 與各位議員桌上 請詳諺 如果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會議記錄就確認 來 向下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的議程是 設政部門的業務報告 已執行 我們依稀請市政府的設政部門 來做業務報告 首先是社會級 第二個是野民會 第三個是課委會 第四是兵役級 第五是勞工級 那我們先請社會級 召集人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現場所有的師父夥伙伴 首先在這邊代表社會局 感謝各位議員對於社服工作的支持 我們持續會以弱勢優先多元服務 跟綿密的服務網 以及加強福利資訊的宣導 及專業效率熱忱 來為市民提供服務 以下會針對我們上半年度 以及我們未來相關的一些 準備工作 跟各位議員做報告 社會局目前有七個相關業務科 四個幕僚室 是五個附屬單位 以及各地有設置十四個服務的 社服中心跟服務中心等 我們全高雄市社會福利的服務據點 合計有六百五十九處 我們希望可以在地來服務所有的市民 我們目前全市的人口超過兩百七十七萬 那我們幾個主要重點的服務對象的人口 我們針對老人的部分 我們已經超過三十六萬 像新住民的部分也已經將近六萬人 這些都是我們持續快速增加的相關的人口數 那其他的統計數字 請各位議員可以參考我們的書面資料 我們目前相關的福利重點工作 主要是針對幾個重大的議題 包括少子化的問題 高齡化的問題 長照馬上要上路的相關準備 還有人身安全 我們身心障礙的部分 弱勢境遇的部分 人身安全的維護 還有我們福原廣大 我們需要社服的據點 布點的一些建制 還有我們針對天然災害的相關整備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目前在全高雄市 相關針對少子化所需要的一些友善預額的措施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據點以及服務方案 那還有針對我們大家熟知的保姆 就是所謂的居家托育服務的部分 我們也是持續相關的一些推展的工作 那針對經濟補助的部分 我們有育兒的相關生育津貼 還有家庭托育的相關費用的一個補助 我們針對懷孕婦女 我們友善城市的計畫也持續在推動 還有我們高雄市首創的作業指導載服務 還有相關的一個媒合平台 我們持續的為市民提供 相關的一些在地的協助 那我們也加強針對兒童安全的宣導 還有我們目前公私立托嬰中心的相關督導 以及福島 立案 訪市 都是我們現在的一個相關的工作重點 那針對弱勢兒少的部分 我們有針對經濟輔助 醫療補助 還有針對收出癢的一些相關的業務 以及弱勢家庭兒少的餐食 以及在地社區的服務據點 我們針對弱勢兒少的部分就有建置到80點 那早療服務的部分我們建置到14個點 那針對高風險的一些相關個案 我們也有提供各種不同的一個相關的 不管是輔導服務或是在地的一個諮詢的服務點 那青少年部分我們也有建置不同的活動空間 不同的活動方案 希望提升我們青少年相關的輔導及權益的發生 那針對婦女的部分 我們持續配合行政院以及全國以及國際 我們推展CIDO來賠利我們相關的婦女 有各種不同的一個方案 婦女大學以及不同的在地創業班 經濟賠利的相關一個方案 那針對新住民的部分 我們也有針對新住民的家庭服務 我們有五個家庭服務據點 而服務中心二十個服務據點 那我們還有針對新住民的事務專案辦公室 以及我們現在大家很關切的新南向政策 新住民跟他的第二代相關的一個服務方案 以及各項的一個宣導 那針對單親家庭的部分 我們有針對經濟的輔助的部分 居住服務的部分 還有一些特殊境遇家庭的 不管是醫療的協助 或是經濟方面的協助 我們都有各種不同的方案 來回應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那針對大家非常關切的而虐的案件 我們也是持續推動 跨專業團隊 跨局處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整合 那也跟醫療單位成立我們相關的驗商醫療整合中心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針對家長們的一些親殖教育的一些知能 希望家庭的功能能夠恢復以及提升 那針對家暴性侵害跟性騷擾的部分 我們有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的部分 也是每個月在不同的區域 我們是跨局處 跨專業團隊 來針對受暴的受害者 有各種不同的相關的協助方案 那也有針對加害人 有在社區的一些監督的一個機制 還有各種的一些宣導防治的一些工作 持續都是在進行當中 那針對大家非常關切的老人福利的一個部分 我們也在經濟方面的協助 還有我們社區關懷的補助 還有一些交通或者一些近老優惠的部分 我們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也歡迎議員可以來多多參考 那我們在地的社區 我們也有提供各項的老人文康休閒 跟多元的活動 老人活動中心本市就有59座 以及各種不同的服務據點 那我們長青學院目前已經有556班 那我們高齡學習的服務據點 全高雄市有197處 那我們為了能夠針對長輩提供更貼心的服務 也可以持續減輕照顧者的一個壓力 我們推動所謂的多元照顧服務的方案 我們有居家照顧服務 也有營養餐食的服務 社區式的照顧服務 還有機構式的照顧服務 那針對明年馬上要上路的長照法 跟現在非常大力在推動的長照2.0的部分 我們也有各種不同的整備的工作 不管是人力的部分 預算的部分跟據點的部分 也都是我們現在努力在工作的一個重點 那長照在市政府其實是一個非常高規格的 跨局處整合合作的一個團隊 那長照長期照顧推動小組 在本市府是由衛生局來主責 包括衛生局 社會局 勞工局 民政局 財政局 交通局 主機處 人事處 研考跟園名 大家會共同來推動這項非常重要的業務 那我們長照2.0 在施行之後有幾個大的一個重點 第一就是服務對象的擴大 第二是服務項目的擴大 第三當然就是經費方面的一些擴增 那我們很大的一個重點 是所謂社區整體照顧模式的這個推動 就是ABC A是社區整合型的服務中心 B是複合型 日間服務中心 C是項弄長照站 這些都是我們這幾個月來 甚至明年上路之前 我們所有在努力建制要完成的部分 那因為長照2.0的內容其實相當的複雜 相當複雜 所以其實我們除了中央有下來做宣導之外 我們也已經在各單位 開始在做相關的一個宣導 不管是說明會 不管是用廣播 或者是我們為電影的一些相關的方式 希望讓市民更了解 怎麼樣可以讓長照2.0有效的幫助大家 針對身心障礙者的服務的部分 其實身心障礙者也是我們長照2.0 到時候未來也會服務的一個對象 那我們現有的一個身心障礙的相關的服務 有包括經濟協助 社區的服務 府具的服務 還有個案管理的服務 生活重建的服務 以及針對家庭照顧者的一些喘息的服務 那當然還有我們對於身心障礙者非常重要的一些交通的一些協助 還有大環境的友善環境的督促跟建制 還有我們不管是友善商家 或者是公益商品的這個部分 也都是我們來提供我們身心障礙朋友支持的一些相關的一個措施 那針對低收入戶比較弱勢的這些家庭 我們有經濟輔助 還有我們現在大力在推動的食物銀行 以及針對低收入戶自利生活的部分 我們有更多不同的一個方案 還有配合中央針對國民年金相關的一些保費的一些 不管是補助或者是弱勢民眾的仿勢跟宣導 也是我們的工作重點 那皆有服務 我們目前有兩個一個在三名一個在鳳山 那我們救出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所謂天然災害的一些相關平日的整備 以及災害發生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措施 那還有針對我們八一七報的相關的一個善款 我們也是持續非常嚴謹的 在管理當中 那目前我們總金額是超過四十五億 那我們非指定跟指定的一個金額部分 都按照我們相關的進度在執行當中 那我們另外針對更廣泛的一些社會福利的一個部分 我們也有推動食物卷 還有聯合助學方案 還有我們針對本市的專業社工人員的相關一個發展的輔導 還有我們推動高雄市成為一個志工很活躍的一個城市 還有引法志工的一些鼓勵 也都是我們現在目前重點的一個工作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一個揮舞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社區領袖交流 還有我們一些大型的活動 包括元旦 國慶日等等 也都是由社會局這邊來負責做相關的一些活動的規劃跟執行 那很重要的是我們有很多重點的一些觀念的一些社會教育的 也是我們努力在直接服務之外的一個工作重點 包括我們前一陣子從陽節的三星五老的一些觀念的宣導 還有我們馬上要到來的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我們有很多針對特殊對象 我們應該有怎麼樣正確的觀念的教育宣導 甚至說我們在面對福原廣闊的高雄市 我們怎麼樣用行動式的服務來提供偏鄉所需要的一些資源跟資訊 那我們也善用我們現在一化的相關的一個辯明的措施 然後讓民眾可以更快速更便利的獲得需要的幫助跟資訊 我們有我們針對育兒的相關的措施 還有我們補助相關的查詢資訊的一個APP 還有我們服務據點查詢的一個APP 都是我們辯明的一些相關的措施 那我們為了能夠在地社區化 可以更有服務的進變性 所以我們也努力活化低度利用的這些所謂閒置空間 來做我們社府在地的一個據點 目前我們活化空間已經有98個地點 作為我們社府的一個設施 我們單單105年已經完成了8個地方做這樣子的運用 所以我們其實再來我們的相關工作還是非常的繁多 幾個重點 還是我們要持續的建置綿密的一個服務網 希望可以舒緩家庭照顧的一個壓力 針對高齡的這些市民朋友 可以提供一個友善的一個環境 那針對育兒的輔導部分 我們也希望可以有效地來剪輯家長的育兒負擔 那我們持續增設服務據點 針對身心障礙者新住民等等弱勢家庭 有更精便性的服務 那我們還有各式各樣 可以更積極性創新性的一些社會服務的方案 以及我們氣爆相關的工作持續 我們善款的管理跟方案的一個推動 還有我們天然災害 不管是颱風或是各式各樣地震的一些方案 我們的一些災害準備以及應變的能力 那雖然這些工作都非常的繁重 工作也非常的辛苦 但是社會局的同仁都非常的努力 那也獲得了不管是中央 或者是各種不同的評鑑 有很多的一些獎項鼓勵 那也希望各位議員也可以了解我們相關的業務 可以給我們社會局更多的支持 謝謝各位議員 以上報告 謝謝社會局的報告 接下來報告是野明慧 各位議員 各位議員及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平安大家好 首先要感謝各位議員 歷年來對本市原住民施政的督促與支持 擴增本會原住民的資源 並提升了本市原住民的生活福祉 因此本市原住民人口自一百年起逐年增長 截至今年十月底子 涉及本市原住民人口有三萬三千四百九十八人 近五年來涉及本市原住民人口增加將近三千一百人 以下僅就本會近半年來的工作重點向大會提出報告 敬請指教 首先在原住民文化保存及發揚方面 除了持續推動各族群文化記憶傳承與推廣活動以外 主要仍著重在族群傳承工作 因此本會設有族群推動委員會 廣納各族群師資參與政策的規劃跟討論 並結合教會社團開設多元的族群學習班 更為教授族群的老師 辦理族群師資真能班 強化族群老師教學與設計課程以及編轉教材的能力 另外本會也爭取中央資源 推動部落文化活力的計畫 以建構部落傳統組織與精神 除了在原鄉部落執行以外 本會也在本市的三個平埔族群的聚落來推動執行 協助平埔族群文化附贈的工作 對於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的發展 自103年度與勢力空大簽訂策略聯盟以後 以前有成效 除了在學分採集以外 另外有兩位原住民學生 取得勢力空大的學識學位 另外還有三位我們原有部落大學的講師 也取得勢力空大技術講師的資格 這位建構原住民主體知識系統 也跨錯了一大步 目前也有幾個縣市的部落大學 也表示有意願跟本會以及勢力空大來結盟 其實在原住民產業行銷與退展方面 為了能在都會區展現原住民族文創產業的能量 打造觀光休閒的新亮點 本會爭取中央資源在前鎮籌設原住民故事館 整合原住民業務 公益文創 農特產 輕食 文物展覽 藝術策展以及部落旅遊等等產業 另外也結合觀光局推動高雄原味情旅行 規劃套餐的遊程 提升部落產業發展 按著春夏秋冬不同的季節 行銷 原鄉部落優美的地理景觀 豐富的自然生態 多元新鮮的農產品 以及部落族群文化之美 目前也在茂林區茂林里開發部落溫泉 105年度的工作項目為景觀與水保計畫委託規劃設計及建造 景觀與水保工程 觀光景點導覽平台建置與溫泉產品的研發 以及溫泉開發完成證明等四項工作 除了景觀與水保工程 與上週流標未能順利發包以外 區域工作都完成 本會也精速辦理第二次工程的招標 希望在年底前能夠有相關的建設能夠成行 第三 關於原住民權益保障與福利服務方面 本會持續結合社會局跟衛生局的資源 強化對於原住民長者的照顧 因此在原鄉以及都會區 共開設12個服務祭典 受照顧的原住民長輩有397人 另外也設置10個部落食堂 提供416個長輩共識或是送餐服務 另外對於拉瓦克部落居民的安置 本會尊重部落集體一地安置的共識 以規劃入住台電五甲宿舍以及納魯王國宅 並補助每月租金一年 第二年則是家庭經濟狀況給租金補貼 目前已經有10戶入住五甲台電宿舍 以及納魯王國宅 其餘的住戶本會仍將持續溝通 未來完成入住以後 也將啟動脫貧計劃協助族人安居生活 本會網站也上載有關於拉瓦克安置的大事記 歡迎您上網來了解 本會為了提升族人對於自身權益的重視 除了在各區尋回辦理原住民權益的說明會以外 我們更發行嚴明峰的記刊 激發各家戶 傳遞各項權益資訊 也深獲足人的迴響 今年本市也以尊重與傳承的概念 歸還土地給我們原住民 由市長親自發還土地所有權狀 此項工作本會仍持續進行推動執行 截至今年10月底止 總共發還了148張的土地權狀 面積有257.2公頃 第四 原住民部落安全與公共建設方面 本會持續部落公共的建設 以建構更安全的生活環境 今年度經由本會投注在 本市原住民地區的公共工程預算 計有1億4369萬億元 較去年增加2234萬億元 本會未來工作重點 除了前面所提到 仍需持續推動執行的施政計畫以外 以及書面報告所列的各項工作計畫之外 本會仍將結合教育局 籌設原住民教育職員中心 以及兩所的民主實驗小學 令也精進足以使用以推廣的策略 我們廣設足以學習教室 推動家庭說足以的運動 規劃自播空中足以節目等 當然更重要是由本會帶頭做起 落實足以在我們原住民的家庭 社團或教會能多被使用 將有利於足以的傳承 以上報告 仍請大會繼續給本會指導跟協助 本會當承擔維護住人權益 以及福祉的責任 實現市長照顧原住民的各項實證 最後敬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萬事如意 並祝大會延滿處理 以後美帳 吳林郎 謝謝嚴明會的報告 接下來報告的單位是柯委會 召集人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市民朋友 在這裡代表柯委會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說聲謝謝 長期以來對柯委會的鼎立支持 讓我們的業務能夠順利推展 本次的報告詳細參閱書面資料 現在僅就重點的口頭做工作報告 柯委會有四個重點的工作 第一個是語言的推廣 再來是文化傳承 再來是生活環境營造跟產業的發展 在103年我們曾經針對 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客家村落 美農三年級 國小三年級的學童 做客語能力的調查 會說客語的只有百分之十二點七 跟祖父們用客語溝通的只有百分之十九 以客語來跟父母說話的只有百分之六 那更令人訝異的是 同儕之間 兄弟姐妹之間 以客語溝通的只有百分之一 所以這個情形是非常嚴峻 客語流失的狀況是非常的嚴峻的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呢 我們以五個面向來做這個母語的復蘇跟挽救 有五個面向 第一個是全客語的教學 生活客語推廣 那營造無障礙的客語環境 以及推動母語家庭 以及多元的客語學習環境 那在都會區的部分 我們以 因為整個是族群的跨界 所以我們以生活客語教學為主 在幼兒園 國小 我們以教學有趣簡單的方式 讓一般民眾可以來學習 一般的小朋友可以學習 那在鄉村地區 客庄地區 在美農 山林 六鬼地區 我們以沉浸式教學 來作為最主要的政策的推動 那再來呢 在母語的部分 家庭母語的部分 也是我們一個重要 回歸到家庭裡頭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跟醫院 跟衛生所來聯合來推動 進入到家庭裡頭 那另外在都會裡頭 同樣的我們也提供了 很多多元的客語學習的課程 另外在都會的幾個公共場域 我們將客語回到公共場域 營造客語的無障礙的環境 包括科工館 三明區公所 跟客家文物館等等的區域 我們都一起聯合來推動 以及將基礎班加強第一線 衛名服務的公務員的 溝通的能力 這個也是我們的重點工作 那在文化傳承的部分 我們以保存文化記憶為主 我們發行了專輯 童謠專輯 青少年的專輯 以及全國第一本的 課語點讀電子書 這個在上個禮拜推出 這個結合了聲音圖像文字 跟互動遊戲 來作為一個提高幼童學習 課語最重要的一個管道 再來我們在鄉村地區 同樣的逐漸視為的 文化保存工作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記事空間 我們目前已經進入到 這個研究調查階段的結案 接下來我們會透過工程 或者是出版 將這個歷史的拼圖 將它拼起來 那也塑造居民的生活環境 更具有文化傳承的意味 那另外在軟體的部分 比如說像《大樂詩》 《百公百業之詩》 這個也都是我們的重點工作 將這些已經即將快要消失 或者是失傳的記憶 重新透過學習跟觀摩 把這個記憶給往下傳承 那另外在我們一年一度 最重要的音樂會跟婚禮 這個十二大節慶 在今年有非常大的突破 前三屆的婚禮 每一年都只有十對 那非常多想要透過這個 以客家儀式來完成 終身大事的新人朋友們 都沒有辦法參加 因此在市長的支持下 我們今年 然後擴增到五十對的新人 來完成這個終身大事 那音樂會的部分已經進入到第五屆 那前三屆是兒童的創作為主 那這一屆跟上一屆 我們同樣跟青少年合作 由青少年自己來作詞 那由作曲家來作曲 共同完成這個青少年的音樂 另外我們也跟社團還有媒體來合作 共同製播這個客語的廣播節目 讓客語在空中也能發聲 目前客會有三個管社是持續在經營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市區的新客家文化園區 在我們新客家文化園區 透過我們非常多的體驗活動 課程 講座 讓一般的市民朋友可以很親近的 來認識客家 了解客家 進而來跟客家做朋友 那以及演藝廳 圓樓餐廳跟展授中心 都持續穩定的營運當中 那第二個管社是在美農客家文物館 那美農客家文物館同樣的 它是全台灣唯一收費的客家文物館 透過我們志工老師的導覽 讓這個文物館活起來 那也透過非常多的體驗的活動 課程 展覽以及藝術家的創作 讓這個管社更有多元的發展 那接著第三個管社是我們的文創中心 那這個文創中心 目前有兩棟歷史建築 以及廣場還有文化局所提供的圖書館 在這裡作為一個集結 目前已經成為美農最視中心 以及最矚目的一個焦點 那在這裡也辦理了非常多 有關文創的產業的開發 或者人才的培訓 或者是相關的藝文的活動 那除了這三個管社之外呢 我們持續在辦理 在美農 山林 六龜 甲仙這個區域 以及我們都會區的生活的環境營造 目前正在進行的 比如中里和文學步道的研究調查 以及六龜採張史的環境營造調查 那以及目前在愛河畔的客家文化走廊 這個都已經陸續在進行 也即將在年底來結案 結案之後呢 我們將跟課委會持續徵徵後續的工程的施作 那接著我們即將跟課委會來提案 在第一戲院的修復 跟整個柚子林美農西左岸的景觀環境營造 也是我們的工作的重點 第四個是產業的輔導跟行銷 除了一般的設計包裝跟產品的檢驗 我們持續在協助地方的業者來推動之外 今年我們有一個特別的計畫 就是文創人才留美賠禮計畫 也就是以剛剛的文創中心為基地 擴展左右上下各1.5公里的範圍內 東邊西邊各1.5公里範圍內的這個住村計畫 那這個住村其實就是鼓勵年輕人回鄉展店營運 那目前已經有兩對夫婦年輕人到這個區域來開店 那現在已經進入到第三個階段 那我們這個計畫會持續 每一年都會徵選2到3名計畫進來 那另外我們在客裝的產業的部分 有一個計畫是 福安燕業輔導站也即將在我們年底來完工 那這個部分未來會針對藝文音樂跟產業交流中心 做一個整合性的平台 那今年也會爭取爭求廠商的進駐 那以上是我們客委會的重點工作報告 那未來同樣我們會針對客語的多元學習 文化的行銷以及節慶活動 還有我們的管設 那還有客家生活環境營造 以及文創產業 這幾點來努力來營造客語客家的環境跟文化 以及做保存的工作 那在這裡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的指導 那也預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及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 謝謝客委會的報告 接下來報告的是兵役局 主席召集員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大家好 兵役局業務報告 感謝各位議員對於議政工作的支持以督導 現僅將本局當前施政要將以及未來工作作點 而要報告如下 議南家屬服務部分 入營前辦理議南兵役調查計一萬九千余人 體位判定一萬六千余人 徵集入營八千余人 本市提供外縣市議南 代辦體檢一千余人 服務中 勞軍為關懷服務主地 分別在三節至軍方實施進軍勞軍活動 本年度即至六十二個資金部隊執政慰問金 肯清座談 關心本市的議南 議南入伍後 至訓練中心辦理肯清座談 了解議南的生活狀況 即需求給予協助 總計辦理二十場次 列級家屬商王遺族慰問 本年共計發放 兩千三百六十八萬餘元 退伍後 配合後備軍人輔導中心 辦理兼協、製政、物質及善款等公益活動 協調後備指揮部 動員各後備中心 辦理防止登革日宣導講習 在替代議南方面 在職訓練法制交易獎金 總計辦理四十七百億人參加 替代議南 扶勤管理 總計 都訪了八個替代議南的住室單位 以及四十九個扶勤處手 替代議南的環保公益活動 總計兼血十八萬CC 協助八十五戶 獨居老人、環境、衛生清潔、送年菜及金山活動 替代議南 備議議南 召集演訓 今年第一次的替代議 備議議南召集演訓 已在十月二十八日演訓完畢 總共有幾十位備議議南參加 在建村服務方面 協調軍方協助建村環境衛生整理 總計有154件 關懷建村居民安康座談 總共辦理六場次 共一千億人參加 在軍人中林池及中列池的管理方面 中列池以每年的春秋兩季 我們經辦理祭典 由軍政單位派員參加 中林池方面 本市軍人中林池分別於燕巢及鳥松園區 每年經舉辦春秋祭典 並邀請遺囑兩千億人參加祭典 為便利遺囑家屬 中林池並設有網路祭拜 隨時可以祭拜 八二三紀念館為前台第一個 由地方政府設立之八二三台海戰役紀念館 作為全民國防教育的產業 今年八月二十三號 並舉辦 台海戰役五十八週年聯合祭典 聯合追食活動 自目前為止 參觀人士已達四千七百億人次 在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方面 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五年 今明聯合防空演習 本市演習成績 經國防部及警政署 評定為機優單位 一百零五年前明 防衛動員業務 行政院動員委員會 仿視小子以六月一號至本市都房 經評定本市為機優單位 在強化政經聯繫及災房協調功能方面 第一個 協調國軍支援本市寒害救災 於今年的一二月份的時候 養殖寒害 暨協調金方動員兩千九百八十人次 做打撈工作 颱風期間協調國軍救災 以尼伯特、莫南地 以及梅基颱風期間協調國軍支援 市民撤離、沙包堆疊 防疫消毒、市容整協等工作 計支援一萬零七百七十五人次 各式車輛六百三十八車次 未來本區的工作重點 配合兵役、變革、關懷輔導一難無益 第二 規劃本市軍人中林池設置樹葬區 第三 辦理全民防衛動員 及一百零六年災害防救演習 配合市政府的組織改造 本區明年 也就是從延月一號開始 將改為市政府民政局的二級單位 兵役處 但有關各項嚴兵役局之工作 本區同仁 仍會貶持著熱誠服務 提供市民及益男 優質的抑制服務 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 最後致各位議員健康快樂 支持指揮 謝謝各位 謝謝兵役局的報告 接下來報告的是勞工局 主席 主席 兒登召集人 設政部門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媒體記者 以及電視機前 關心勞工事務的市民朋友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可以代表 勞工局在這裡 跟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提出勞工局 在一百零五年上半年度的 業務成果報告 那在報告之前 請向各位介紹 本局新進的同仁 就是小妹 在下我 敬請指教 那以下 緊就本局 當前的施政動點 及未來施政要項 提出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 參閱 簡報大綱 首先 報告本局 今年上半年的創新施政作為 我們建置了職能導向的 職訓參訓學員 領選機制 有效的篩選符合 性向職能的失業者 參加職業訓練 促進就業能力 能夠盡速地投入就業市場 那今年我們也首度辦理了 收容能的視訓偵材活動 媒合率達到了74.55% 此外我們也聘用了在於 業界具有經驗的 業界人士擔任輔導顧問 提供我們身心障礙者的創業個案 能夠進行多元的行銷 讓他們身心障礙者的創業商品的價值 跟知名度能夠提高 我們也結合了在地的商家還有里長 辦理個別小型的行銷活動 有效地開闊視障按摩的客員合作 那接下來緊就我們的一個 施政方向最愛工作 在高雄的七大有感政策 做個報告 那我們今年會繼續辦理 幸福高雄移居津貼 只要是依居要點 在本事勞工符合資格 且涉及本事者 我們每個月就補助一萬 為涉及者每月補助6千元津貼 那今年上半年我們也辦理了 237場次的現場徵財活動 提供了五萬兩千多個就業機會 給我們的市民朋友 那我們也推薦了 將近三萬名的市民朋友就業 求職就業率達到六成 那在廠商的部分 我們協助廠商求財 僱用了七萬七千人 求財的利用率將近有八成 那在於捍衛勞動權益的部分 今年上半年我們依照勞基法 裁處罰款案件有941條次 罰款金額達到2518萬元 行業比以及項目呢 請議員先生女士參閱我們的簡報 那在職業安全衛生呢 我們上半年裁處停工了133場次 罰款處分171件次 在死亡人數 因為職災而死亡的人數 較去年同期減少了兩人 減災九個百分比 那在受理勞資爭議調解案件 總共有2,020件 其中有1,430件成立 調解成功率超過七成 那在這些調解案中 其中爭議標的最多的是 已公知的爭議案件最多 在6月底呢 我們本市預計有854 總共有854家的各類型工會 我們也輔導這些各級工會召開 依法召開了1932次的會議 那另外在於青年就業的部分 我們跟十二所的大專院校 合作設立了校園救福臺 提供諮詢服務 我們還辦理了校園爭財 還有辦理了32場次的高中職 勞動法制的教育 校園巡迴演講 我們要把勞動教育向下扎根 同時也能夠增進高中職 資深對於勞動權益的知能 那在針對藍領外勞 以及專業外勞的管理輔導訪式工作 我們依據相關法令 辦理了一些相關的活動 相關的數據 請參與我們的簡報 那對於外籍勞工的輔導 我們也辦理了很多的宣導活動 讓市民朋友及外籍勞工 更能夠了解自己的勞動權益 那在接下來我們在於勞工 因為職業災害死亡或是失能的時候 我們辦理了一些96件的慰問金的發放 金額總共508萬元 協助我們的職災勞工以及家屬 能夠度過經濟難關 另外針對身心障礙者 我們自辦了身心障礙的職業訓練班 總共有9職類12個班 總共150位的身心障礙朋友參訓 我們也委辦了日間養成職業訓練 跟第二專長的進修訓練 讓我們的身心障礙朋友 能夠有更多的職場上的進修機會 此外高雄市總共目前有10家的P5工廠 我們也提供了166個支持性的就業 給我們這些身心障礙朋友 我們成立了11大安慰家族 招募志工到中小企業進行公安訪事輔導 今年上半年我們產訓合作 培訓了151個人 同時我們也鼓勵這些受訓的學員 能夠從事多元管道公益活動 我們也辦理了18場 服務了3600多個人次 高雄市勞工局有全國唯一的勞工博物館 我們推出了市場工作者特展 募工職人及五一特展等展覽 總計有8503人去參觀 此外我們還有勞工大學 提供我們勞工朋友 在工作之餘的進修機會 總共有開辦了204班 吸引了3319位的勞工朋友 以及眷屬參加 我們也積極地向行政院爭取 以勞健保應納入應繳納數為計算基礎 公平合理的補助本事 這個案子在7月19號 由市長率隊向行政院爭取 已經做成了決議 另外我們也提供了174戶的勞工住宅 供本事無住屋的勞工廉價租住 我們還花費了77萬元 修散75戶的住宅 以維持勞工朋友的居住品質 勞工局自縣市合併到現在 我們配合很多的大高雄的 各個區域的產業特性 依照他們的職類需求 推動人才培訓 並且透過的宣導跟檢查 提升勞動環境 期盼我們能貫徹尊嚴勞動 幸福就業的施政目標 以確保全高雄市所有勞工朋友 應有的權益 以上報告完畢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指教 謝謝 謝謝 各單位的報告都按時報告完畢 接下來就是我們 設政委員會的每位議員的執行 每位議員執行的時間是20分鐘 第一位執行的議員是方信淵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們事務設政部門的團隊 大家早安 還有我們議會同仁 還有新聞媒體 還有我們市民朋友 大家平安大家好 本期首先還是針對我們社會局 針對我們老人日間照顧的這個部分 來跟我們社會局做一番的探討 跟建議這樣子 我們社會福利的好壞 一向都是都來評定一個城市 進步以我的重要依據 社會福利的好 城市就會越進步 由於我們使用社會福利的資源 的這些民眾往往都是生活上 還有經濟上都需要幫助的這些 弱數族群比較多 但是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上面 妥善來利用 來顧及我們公平正義 這是我們社會局應該好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尤其我們高雄市 一向都是我們以宜居城市為口號 移居城市應該是一個非常一個長壽的一個城市 高雄市的總輪口 本期跟他做一番的比較 跟台北市來做一番比較 但是這個年長者 就是比較長壽的一個比例 反而不及我們台北市 明顯的是高雄市所稱的這個移居城市的 這個部分有點不額 移居城市就相對我們的醫療 還有我們社會福利的這個建制應該比較完善 老人才能活得更快樂 醫師也比較更容易長壽 相對這一張我們大家來做一個探討 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看到 高雄市雖然是人口的比例比較多 比台北市還多 但是他相對65歲以上的 佔了老人人口13.19% 但是在台北市 活在台北市的人 相對他就比例上就有15.33% 再往下看 70歲以上的人 相對就有8.15% 在台北市70歲以上的 佔的比例就有9.8% 更更更更重要看的就是 我們百歲人類的這個部分 在高雄市只有216位 但是在台北市就有728位 針對這個部分 本席要請問我們局長 12局局長 高雄市的人口這個長壽的比例 為什麼會比台北市還低 我們一直都稱為一個宜居城市 照理講住在高雄市會更健康更長壽才對 請局長回答 請邀機長答覆 謝謝趙姐 謝謝議員的錘詢 我想長壽其實有很多多元複雜的因素 但是我們 我現在沒有辦法就各種的 不管是醫療或者是經濟各式方面的條件 全部跟議員做說明 但是的確也有一個條件 就我們在福利訴訟的時候 我們有明顯看到 因為台北市首善之都 它的一些相關的福利資源是比較豐沛的 所以的確會有比較多的 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都一直強調我們高雄是一個宜居城市 照理講我們大家都很樂意看到別個地方都來移到我們高雄市 是 相對大家應該去認真的一個檢討 你要讓大家來到高雄來生活 要居住在高雄 你相對的條件是什麼 有沒有比別人還好 這是我們在一起研究的一個重點 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所以局長 我今天給你表達這個意思是說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好好在補會 大家共同一個檢討 這還包括各個層面的大家的問題 應該做一個專案的研究才對 然後才能提供一個我們高雄未來一個施政的方向 其實住在高雄很好 每天風和日曆都非常好 住在台北你就知道每天都在下雨 為什麼住在台北生活上大家比較長壽 這有點奇怪 所以說拜託局長針對這個問題 還是要去認真的一個研究 讓我們真正落實一個長壽一個城市 還是一個宜居城市 好謝謝局長請坐 謝謝議員 另外在針對這個APP這個部分 本席認為我們財政如此窮困的一個時候 有關我們社會福利的一個預算 應該每文錢都要落實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部分 本席請問局長就是說 針對我們社會局製作的這個相關的這個APP的這個部分 它到底發揮多少預算在上面 還有每年它的維護費大概會多少 請局長回答好不好 請局長答覆 來請局長答覆 針對我們社會剛才這個APP的這個部分 到底它發揮多少錢 您說相關的發包的經費嗎 對對對 這個可能我請同仁查一下再跟議員做報告 但是其實我們 我們是最近有再重新改版 對 為什麼局長為什麼要提出來 發揮那麼多錢 因為你也沒有辦法幫我提出 這個發揮少者幾十萬 多者幾百萬 沒有那麼多 少者幾十萬也有 少者幾十萬 可能經費可能十萬左右 沒關係 詳細的數字還是精確的 但是我跟局長討論的意思是說 針對用了這麼多的錢在上面 跟維護上面 你剛看我們高雄市地圖的這個 這個福利地圖這個部分 他市民朋友他的下載 才一千多多位這樣子 這個比較離譜的 甚至我們高雄市的福利地圖 這個才的各位數 十位數這個下載 我們上個禮拜才重新 記者會弄起 所以很多是可能是新的 這個也是一年的 甚至我們社會福利專家 這也是上百位這樣子而已 到底要怎麼做 局長我只是說 要怎麼做才是符合民眾的一個需求 他才會想去用 這才是重點 是 針對這個部分 是不是繼續再來做檢討改進 當然 所以說拜託局長 針對這個部分 回去再做一番檢討 請說 是 本區另外再來跟局長探討的 就是長照2.0裡面的 老人日託的一個照顧的一個問題 針對這個部分 依照我們社會局的規劃 高雄市每一個行政區 至少都要有一間 就是日間照顧的一個據點 高雄市目前 現有就是16個一個照顧中心 還有15個日間拖勞的一個部分 本區想請問局長的就是說 針對這個部分 要達到每一區都有 我們日間照顧的一個部分 到底要多久才能達到 請局長回答好不好 請邀請局長答覆 謝謝召集員 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目前30 我們預計38區 我們是三個局處 在分工執行 那我們明年6月3號 要長照上路 那原本 當然 中央給我們的期限 當然會希望我們 今年年底 甚至說 上路之前 我們都可以建置完成 但是全國目前 各縣市幾乎都沒有辦法達到 所以我們還是在持續努力當中 就是今年底 一定要達到每一區都有 日拖或日照 日照的一個部分 日照或日拖 所以說目前我們還是沒有達到就對了 還沒有 還要繼續加油 當然 這是一個還蠻艱困的工作 但是我們持續努力當中 好 謝謝局長 相對當然 做也要做得好一點 當然 不是求有就好了 對 要真正去落實 這個部分還是比較重要 對 我們除了要找場地 還要找服務提供的團隊 找團隊其實也是一個蠻困難的事情 好 局長請坐 謝謝 從這個圖表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日照的一個部分 都比較有醫療照護的一個機構 社會局跟每一區的老人照護服務的這個部分 目前在我們那個區總共已經有 岡山 米陀跟燕草 這三個行政區 已經有日照一個據點了 這些據點 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護康巴士 這些據點 這個護地行政區也非常大 所以沒有護康巴士的話 另外造成就是每日接送 會造成一個使用者不小的一個負擔 所以要請問局長 有沒有針對這個護康巴士 護康巴士的一個部分 來做規劃 有沒有 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答覆 謝謝趙姐姐 謝謝議員 的確那個議員所關鍵的議題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市民獲得服務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目前我們的日照中心原則上 都會有接送的服務 就算不是我們原本的富康巴士 是日照中心裡面 日照中心都有接送的一個服務就對了 對 那還有我們再來的長照2.0的部分 我們社區照顧模式的ABC的A 到時候也會加強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全國各地 都是這個接送的這個部分 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在新的2.0版裡面也是會增加 局長可能我的訊息跟你的訊息好像不太對 好像這些日照中心目前還不是提供我們這些 接送還不是很完善 他只有接送到他們據點服務的人 接送到據點服務的人 就是在那邊工作的人 不是 接受服務的這些長輩 這是長輩的人 是是是 他不是針對一般的民眾 不是針對一般的民眾 一般民眾要去使用的話 就沒有辦法就對了 其實可以用富康巴士之外 還有無障礙計程車 如果他有相關的需要的話 我剛才提到這一點 就像我們去學校讀書 這些老人跟大家其實都一樣 活到老隨到老 就像我們去又紀元讀書 都有娃娃車來接送 現在我們一直要推動日照 推動日照的話 相對這個部分 就是要有富康巴士來接送 這樣反而跟人家感覺更方便 當然當然 所以針對這一點 局長就是說 針對每一個呼氣點 應該都有富康巴士這樣子而已 是是 這個部分中央再來也是會補助的 所以這個部分也都是在 裡面標準的配備 謝謝局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那麼多 而且我們日照中心 都比較有醫療上的一個需求 社會局應該跟衛生局 應該去共同研討 鼓勵這大型的醫療機構 來參與我們日照的一個部分 因為這一次我去參訪 市府跟高雄醫學院的一個部分 等於是他們有所創合作的 在利用我們國小的閒置空間 來成立了一個大同樂福水堂 成立了這個案子 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所以說值得推廣 本席還要請問局長說 像我們北高雄 現在有沒有像這一類型的一個 一個類似大同福樂水堂的 這個案例這個規劃有沒有 在北高雄有沒有 請局長回答好不好 來請局長答覆 我們現在目前還在找合適的單位 但這個都是我們每一區 原則上都要有日照 但是每一個日照的點 其實設置的樣態都會不太一樣 那因為那個您上次去看的這個點 是比較是醫療團隊的 那有一些是比較在地社區型的 市長我跟妳講的這個用意就是在這裡 有關日間照顧的這個部分 一般都是比較有醫療跟復健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才要叫妳說 一定要鼓勵我們大型的醫院醫療機構 來共同參與 讓他們有來參與的時候 提供更好的醫療照顧 這樣子才會對我們使用者這些老人 才會進一步的一個關懷跟照顧 這才過專業 所以我才一直要求說一定要共同來參與 這樣子這樣可以嗎 是是 但是也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部分也是我們一直跟中央爭取的 因為其實中央基本上 有時候要主動去跟這些醫療團隊 來共同一個協調跟合作 這樣子 不要等他們來申請 我們主動去叫他們要求來申請 這樣子 有我們都有去拜會 辛苦謝謝記長 謝謝醫院 另外就是老人日託的日間託物的這個部分 大部分都是這些我們社區服務中心 還有包括我們文化健康站的這些單位來設立 這個就比較牽涉比較沒有醫療的一個行為 但是我要請問局長的話 你怎麼來管理這些社區服務中心的老人日託 還有你經費如何來贊助他們 還有讓他們如何來達到我們預期的一個效果 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針對老人日託的部分 是不是請局長回答一下好不好 來請局長答覆 謝謝召集人 謝謝議員的關心 的確我們這些日照日託 它單單它的硬體環境 其實它就有一定的使用的規範跟公安消防的一些標準 那我們的專業人員或者是照顧人員 也有一定的專業的比例 那有達到標準的也是有相關的經費的補助 那我們定時間也都會有去做類似評鑑 這樣子的考核的一個工作 目前設立的成效如何 目前民眾的反應都蠻好的 但是還是不夠 還是不夠 還要繼續加強就對了 當然 當然 當然就是要鼓勵這些人如何去參與 因為你知道社會就是付出而已 不求守得 不求回報 對不對 所以我們社會局要主動去關懷他們 讓他們如何在這方面都付出給我們這些長者 需要的這些長者 是 好 請局長請坐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最重要的 還是本期要講到最後的一個部分 因為本期都一直聽到很多 很多地方都沒有辦法設立日間照顧 還有老人日託的這一個部分 但是本期認為很多我們機關地方都閒置著 這些地方反而是我們成立日間照顧跟我們老人日託 一個更好的一個據點 所以本期才會提出這一個更好的一個過想 跟局長共同來討論這樣子 這個就是學校的一個閒置空間的一個校舍的一個部分 還有另外就是我們機關的這個就包括在裡面 就是每一個就是我們一個溫馨的家 就剛才利用剛才跟局長講的 利用我們的這個富康巴士進來的一個部分 這個成立老人日託以後 這些老日託除了平常 就可以接受我們課程一個訓練 但是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這些老人 就是這些老人他身體還是很好 一般我們現在目前都活到老隨到老 65歲就退休了 他要做什麼 回歸學校上課 齊齊一階更好的一個知識 平常他可以當任志工 學校的一個志工 所以跟學校的一個師資 還有我們叫設備的一個資源的一個結合 這是如何創造一個雙贏 這才是最重要 針對這個部分 我請問局長 你對本席的構想 你的看法如何 請局長回答 來請姚記長答覆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已經運用學校校社的部分 已經有18個社福設施的一些服務的方案 都是在我們的校社的部分 只是上次議員您應該也知道說 其實現在校社也不是低度應用就可以來轉換 因為他會有一些環境的一些要求 或是他在建築法規或是公共安全消防 他的 局長我覺得很奇怪 小孩子 我們小孩子 好 再兩分鐘 小孩子 去那邊讀書就可以 老人家 去那邊又就不行 這有點兩條標準 照理講可以就是可以 不行就是不行 然後有時候 小孩子用的就不行 老人家用的就可以 老人家用的可以 小孩子用的不行 這兩條標準 對 跟議員報告 因為有一些無障礙 跟是有一些針對失能 失智的一些長輩 他需要的一個環境空間的配備 跟安全逃生的一個部分 會比一般學生的還會來得嚴格一點 我今天跟局長討論總共有兩種 就是日間照顧跟日拖的一個部分 是 你針對老日間照顧不行的話 應該要成立日拖 是 日拖就比較簡單了 就沒有那麼嚴格的一個標準 對不對 尤其現在目前學校都是少子化 目前 學校剩餘的空間非常多 包括我們師資也非常的多 如何利用我們這些閒置空間的教室 跟師資來做結合 讓這些退休的老 這些長者 能回歸學校繼續隨習 這是才最重要的 你有繼續隨習 他的頭腦就會動 延緩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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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更容易達到我們長壽的一個目標 是 對不對 所以我才一直要求說 局長我們一定要推動老人日拖 日拖的部分一定要回歸到學校 回歸學校就是說 就是每一間學校都要成立老人日拖班 老人日拖班這樣你了解 老人日拖班成立以後 他利用這個老人日拖班 他間接可以協助學校來做很多的事情 有些老人家也是很有錢 他也可以贊助學校 對不對 我是比喻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互補的一個作用 是我們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謝謝議員的關心 謝謝 謝謝 謝謝方議員的執行 那接下來執行的是陳麗娜議員 時間20分鐘 謝謝主席 我這邊要先請教一下原民會的 剛剛在這邊有報告一點就是說 在這個高雄是因為這個小英總統的這個政策的部分 其實在原住民的土地為了要實踐這個土地正義 有發還這個所有權狀148張合計有153筆的土地 那這個原由當然我們知道就是說 後來有一段時間是只要如果沒有人登記的土地都歸國有了 那這個過程其實都已經在這個法治的這個社會裡面都已經是一個既定的過程 但是呢小英政府的這個政策讓很多的原住民覺得這些土地本來就是在原住民 在還沒有就是說在政府還沒有做計劃之前還沒有做都市計劃之前 其實他們就已經住在那個地方了 所以這是一個歸還這個原住民土地的一個土地正義 但我們回頭再來想想看我們拉瓦克部落好了 拉瓦克部落其實他所在的時間也是在都市計劃之前 那時候在復興木業要需要大量的原住民的這個朋友來做工作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陸陸續續在這個地方就下來平地工作 然後呢形成了部落 那像這樣的一個狀況對他們來講 你們現在要他搬走有所謂的土地正義嗎 我們有沒有可能因為他是我們可能是全台灣在都市裡面唯一的平地裡頭的部落 那主委有沒有可能我們再回頭想想思考一下 再把該有的土地的部分歸還給他們 只要不是公共空間的部分有沒有可能歸還給他們 讓他們去在這個地方重新 因為我知道其實那個地方你那個地方一塊塊而已 那後面又是台塑的土地 其實那個地方你要做建設也很難 也是很難的 除非你跟台塑的土地併在一起 如果台塑的土地沒有要併在一起 那個霞場的部分其實也沒有辦法做任何的建設 頂多就是綠美化而已 像這樣的狀況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土地歸還給我們的拉瓦克部落所有的朋友們 是不是請主委回應一下 請鼓仲主委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想拉瓦克這個案子從80幾年 在烏敦尼當市長的時候已經 主人早就在那邊 其實還要更早 那當時就已經查報那個地方是屬於違建 所以在這個部分監察院 其實在原住民部落也不一定都是建築物也不一定都是有建造的 違建的也挺多的 是 當時就是我跟議員報告就是說這個案子就是很早就提報是違建 那在88年的時候我們本身就有進行過安置 是 主委您只要跟我講 就是說他們跟在山地裡頭的原住民所呈現的條件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我想在原鄉 原鄉是擁有自己的土地吧 那在都會的話當然他們來到都會生活 那一時可能經濟能力有困難 那原鄉的部分本來他們那個土地是誰的 現在為什麼要歸還 因為他已經是變國有了嘛 原鄉的土地 本來原鄉全部大部分都是我們原住民的土地嘛 那政府來了以後就規劃為公有土地 那我現在跟你講說他們來之初也是一樣啊 其實他們來的時間點也很早啊 你再回去查查看他們的時間點 也是在都市計劃之前啊 那如果在都市計劃之前的話 他們就在那個地方 那到底誰擁有土地的正義 誰應該擁有那個土地 我先來的呢 我先來在這裡 你還沒做哪一家衛生我就在這裡 我想當然國家有它的法令規定 土地當然是以登記為主 那就是為什麼小英在這個時候他可以改變啊 這個部分從88年 在小英還沒當總統總統之前 而且監察院就在糾正這個案啊 所以我們當然 沒有錯 政府一路都有在糾正這個案子 但是原住民的土地在原鄉的部分 其實他們也早不是他們的啦 在法律的規定上面也不是的啊 那為什麼要把土地還給他們 為什麼你告訴我 因為原鄉的土地本來就是原住民在使用啊 是那在這個地方他們也是他們在使用啊 你知道嗎 就都還沒有做都市計畫的時候 他們就坐落在這個地方 他們也使用這塊土地啊 主委你的族人在這裡啊 他們很早以前就居住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擁有他們居住的這一些 記憶跟他們族人的共同的學習過程 但是你卻因為政府的所有的這一些步驟 你忘記了要幫所有的原住民朋友 去爭取他們該有的土地正義 主委我在這邊真的要譴責你一下 當你看到了這個地方 你不覺得其實他們是一樣的嗎 我沒辦法接受你這樣的譴責 因為我想 你沒有辦法接受這就是事實啊 主委 你如果說 常常都是因為政府裡頭 所有給你的這一些原有的這些規定說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不可以在這裡 那你再回頭去比較看看 我現在就要你門心自問 他跟在原鄉的部落裡頭 只不過一個在城市 一個在他他在三地在原鄉裡頭 所以他們其實生活的型態也許不同 但是他們在很早以前就擁有 居住在這個土地上面 他們本來就居住在這塊土地上 就在我們的都市計畫之前 我再重新講一遍 在都市計畫之前 我跟議員報告 去年不到一年時間發生兩次火災 那我當然需要保障我原住民 主委 生命的安全 原鄉也會發生土石流啊 你怎麼不叫他們半袋 我跟你們講 各個遇到的狀況不同 那個地方如果你可以讓他土地換回去 他要不要重新蓋 他就是因為他一直都不合法 他為什麼要把錢投到那邊去 因為他不曉得政府什麼時候會給他拆 所以他呈現那個狀態 這是長期以來的問題 但是你們從來沒有去租 我們就是體恤我們的主人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去強迫他 你就告訴我一句 你願不願意爭取他們的土地爭議 還是你就要這樣執行下去 你就這樣告訴我就好了 去年我們已經跟主人做過溝通 那當然大家的共識就集體 你也知道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 因為政府一步一步要他們走 其實他們最後希望的 還是能夠留在原來的地方 共同的生活下去 這個是你很知道的啊 但是因為在政府的每一步裡頭 他們希望要拆啦 然後要怎麼樣啦 什麼之類 不得不走啊 主委 今天如果說小英總統 沒有給原鄉的朋友 這一些這樣的土地正義 我說真的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樣 去幫這些拉瓦克的居民講一句話 如果說 所謂的土地正義 就是這樣的話 那我拜託 應該也要幫拉瓦克的居民講講話 雖然你在政府的制度裡頭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這些人很需要這樣的幫忙 讓他們的文化 能夠繼續的傳承下來 主委我知道你今天給我的答案 可樂也是這樣而已 你到最後你就告訴我 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你告訴我 我剛剛問你的那個問題 你是要幫他們爭取土地的權益 還是要按照現在政府的方式 就是讓他們牽走 我會幫助我的主人 住在安全的地方 居住正義 那這個回答不是 看不出來是什麼回答 主委 我想你們的主人跟我們都有共識 人不用做到這麼模糊 你就告訴我 你就告訴我 你是要讓他們牽走到別的地方 還是要幫他們爭取 他們應該要有的權益 他們的權益 就是居住在安全安定的地方 所以我們去年有共識 他們 我大概跟你 這個主委 我已經跟你討論過了 他們要買的地方 你們沒辦法給他們 你們就在選擇一個 就是台電的這個救助社 然後花了一些錢去整修 但是這並非他們所想要的 你們也很清楚 你們也很清楚 這是在現有的資源的條件下 是啊 那當然我知道議員也有去爭取其他方式 但是我想黃昭順議員也有去 那我可不可以下個定論 你的意思就是說 還是要他們牽走 然後呢 居住在台電的宿舍這邊 是不是這樣子 這就現實的狀況 是這樣子嗎 目前的安置措施是這樣 但是不是只有居住 當然在文化 生活輔助的部分 我們持續有計畫在推動 不是這麼簡單 他們以前住在那邊 因為在山民裡 已經有過一次的經驗 我很了解那個狀態 那所以也希望這邊能夠更好 因為現在看起來 政府要做的做法就是這樣 但是這邊居民最終的期待不是這樣 所以我為什麼要把它拿出來 讓你比較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的居住正義在哪裡 你自己心裡面再想一想 因為你應該是最了解他們的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重新的跟你講一下 什麼叫做土地正義 你回去再思考一下 主委你先請坐 謝謝 在接下來我要談的就是 最近很多的局處都掉了資料 看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就是說 高雄市政府的勞工局 其實在網站上面 常被講的就是叫做資工局 那為什麼叫資工局 因為很多人認為 它是跟資方站在一起的一個局處 那怎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本來都會覺得 勞工局其實應該是 很為勞工的方向在思考才對 我也不太了解網友為什麼要這樣說 那但是在這一次的調查資料的過程裡頭 我不得不有一點點的認同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就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國的工時的演變的部分 90年的時候其實那時候是48個小時 後來呢把它縮短成是 之前是48個小時 之後呢一週就改為 變成兩週84小時 本來是一週48小時 在今年的1月1號就縮短為 一週就是40個小時 不可以超過 那一天大概不能超過12個小時 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年齡種種的我們都知道 其實現在有很嚴格的規定 所以呢其實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對於其他行業的這個部分 他們也很努力的在查說 高雄市的其他的產業上面 有沒有可能去違反勞基法的規定的 所以譬如說在104年那時候是 中孔少中局長現在的立法委員 他對很多的就是說因為網路上面 現在越來越多人用網購 所以在物流業其實就變得更多 所以就查物流業的這些業者 是不是有超時工作的狀況 後來就發現真的有 那所以呢也針對這家公司 也做出了開發的動作 那包括就是說有很多的駕駛的部分 譬如說我們知道的國道駕駛 還有那個新興客運 統聯客運 國光客運等等的 那這些其實都有狀況發生 所以呢其實去年開出的單子 還蠻多的喔 還蠻多的 所以呢中孔少局長當時還講 如果業者啊 工作量過大 那應該要怎麼做啦 就是應該要征聘人力 緩解業務的需求 而非法要求勞工超時工作 導致人員過勞的狀況是不可以的 那時候局長是這樣子 強力的去呼籲啊 所以呢其實 大概在104年的第三次公布 違反勞基法的企業名單 前面還有好幾次啦 那那一次的名單裡面有91家 開發了每一家大概是4萬到13萬不等 其實這樣子罰起來也還蠻多錢的 那這有關於就是說懷孕啊 然後還工作到10點以後的啊 這個我們在新聞裡頭都有看過 類似的問題其實罰錢 比如說大概有被罰13萬的 高雄客運呢 超時工作的大概也有被罰10萬塊 那陸陸續續其實像這樣的狀況 非常非常的多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這些老闆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很生氣 因為他們讓員工就是超時工作的狀況 但是他們又覺得就是說 讓老闆不用多付錢 然後呢 員工又可以多加班 這些事情其實是讓我們覺得很討厭的 然後我們通稱這種老闆叫灌老闆 就是灌壞了啦 灌壞的老闆 那他最被討厭的話 最被討厭的大概就是前面三點 譬如說下班以後啦 時間很模糊耐不停 然後客戶呢 然後到員工啊 把那個客戶至上 然後員工把他當狗 那又不願意多請員工 然後工作量很大 然後大到爆竿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都是會讓人家覺得就是說 其實這樣的老闆啊 是非常非常的不應該 那勞工局其實也很努力的 在查這些企業的部分 這都是我們在網站上面 所查到的資料 跟我們從新聞裡面所發布 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依規定呢 其實剛剛講過一個禮拜是40個小時 但是每個月大概就是160個小時 那可以再延長加班的時間就是 每個月46個小時嘛 所以大概如果最多最多 一個月就是工作時間就是206個小時 我旁邊有個單子 是我們做出來的統計表 其實非常的小張 但是裡頭說真的 35個局處裡頭啊 我們這邊啊 今年的一到八月的統計 206個小時嘛 206個小時 我們從規定每個月 法定公司160個小時 每個局處全部都超過 沒有一個信免 全部都超過 這個是局處首長的司機 司機 駕駛的時數都超過了 沒有一個不超過 那延長公司46個小時 那也是很可怕的啊 統計出來的數據 那真的還是蠻嚇人的 超過46小時的次數 次數就是每個月都超過的 我們統計起來有172個月 35個局處有172個月 是超過46個小時的加班時數的 像這樣的狀況實在是令人訝異啊 高雄市自己就先帶頭違法了 還要去查別人 這像話嗎 是不是 所有的人看到這個數據 如果我們所有的企業看到 可能都要先吐血啦 高雄市政府把他們抓得緊緊的 也許我們對於現在勞基法的狀況 每一個老闆都覺得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呢 高雄市政府帶頭做這些事情 的確讓人家覺得非常的訝異啊 竟然可以這樣子 每個局處首長的司機 超時工作超時加班 那這些人 我好像沒有聽過他們的聲音啊 沒有人敢抱怨 還有人跟我講說他們很喜歡加班啊 很喜歡加班你就讓他無限制加班嗎 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有人是很愛 覺得加班可以再多賺一點錢 但是試問一下 如果他的加班時數已經超過了10個小時 11個小時12個小時 甚至還有14 14 15個小時的 這樣他要睡嗎 他要睡嗎 另外呢 我們的局處首長也太努力了吧 可以加班加那麼多小時 你責任制也就算了 你拖著你的架子可以開到10個小時 14 15個小時以上 這不會太離譜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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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這邊我就想要問一下 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啦 勞工局當然自己 我們先來看勞工局啦 要刮別人的鬍子自己就要先刮好了 勞工局的狀況呢 勞工局長的司機 八個月內有五次超過160個小時 就是五個月啦 八個月有五個月超過 然後有七次延長工時是超過46小時 有七次就是七個月是超過的 八個月裡面有七個月超過 那這樣子的狀況 勞工局自己要不要罰自己啊 自己要不要罰自己 怎麼罰 如果是企業可以無限制的一直罰 是不是 那勞工局自己看到自己的 有沒有去幫自己做勞檢 有嗎 有嗎 局長 我是不是請你回應一下 你上次告訴我說 你們要自己開罰 你們現在目前開罰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請你回應一下 凡議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對於勞工事務的關心 那因為議員所提到的首長的駕駛 首長的駕駛依照目前的勞基法的規定 它是屬於84條之一規定 你們有些有簽有些沒簽 你們就是沒簽了 你們就是沒有簽訂書面約定的 所以這個不用在這邊這樣回應 你就正常回應就好 而且有簽訂的 說不定都是在最近我說了以後才簽 真正有簽的沒幾個局處 而且有簽訂的局處 我說真的 觀光局260個小時你們也准它 我們現在的規定是 首長的駕駛是260個小時 正常公時加上延長公時是260個小時 260個小時 你有沒有去算過 如果它正常可以月休2天的話 它一天要工作幾個小時 所以一天的也不能超過12個小時 它有超過如果它正常休2天的話 那是不是麻煩請議員 你是指觀光局嗎 我們去做了解 你先回答 你有沒有開罰勞工局自己 我們勞工局的資料是沒有違法的 我們是屬於84條之一的 勞工局並沒有簽訂 好不好 所以你們並不屬於84條之一啊 你們自己就沒車嗎 可是首長的駕駛 有簽有約定再說 沒有不要在這邊硬掰資料 好不好 你們 而且你在我服務處你說了 你要對自己開罰 你開罰了沒嗎 我們目前我們的工時 跟我們的延長的時間 都是合有規定的 開罰了沒有 我們都是合有規定的 開罰了沒有 不要兩套喔 在我服務處的時候說 我要自己開罰 結果來140天裡面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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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那時候你是說 有人跟您檢舉 那我跟你說 是不是把相關資料提供給我 那是另外一件事 我現在是說 你已經違法的時候 勞工局自己要不要開罰 而且勞工局是合有法令的規定 他自己停掉 到底怎麼樣 時間暫停一下 他還有3分41秒 好 我在這邊要講的啊 你們提出來的數據 就已經是違法的數據了 局長 這個部分 如果說你們自己 硬是要這樣子 在議事廳裡面 胡亂說話的話 是不行的 我們自己勞工局是 這個是你勞工局 就是報給我的啊 這些資料都是 各個局處 報給我的資料 我完整呈現 如果你不開罰 那我就只好再請上面的 看應該是誰來罰你們了 是不是 局處自己不罰 自己 你們每一個局處 我待會看你們每一個 要不要罰 勞工局啊 勞工局啊 勞工局的資料 也是勞工局給我的啊 可是我們的資料是 然後呢 你們沒有簽訂 也是你們自己講的啊 而且我看上面的資料 的確沒有啊 所以呢 有簽 那也可能是最近啊 那一到八月的部分 沒有簽 該怎麼罰啊 是不是 你們以前也都查人 以前那個公司 是什麼政權啊 那你們自己不用罰嗎 不要這樣子啦 這樣太過分了 政府啊 我就說高雄市 政府是一個永遠不會錯的政府 就是這樣啊 連局處首長對於這些事 都不敢勇於承認啊 有夠糟糕的 新公處 我們看一下 也一樣啊 連續八個月 加班時數都超過六十九個小時 工時喔 一百六十個小時 有八個月是超過六十九個小時 四十六個小時的加班的 延長工時可以 再加二十三個小時 那這樣子 老公局要不要開罰 觀光局呢 兩百六十個小時 你說有月定好了 有三個月是超過兩百六十個小時的 你要不要對他開罰 你要不要對他開罰 其實我們在之前我們有發文給各局處 你是不是按照我所說的告訴我 這些你要不要開罰 這幾個局處 新公處還有觀光局 我們會去做檢查 我們去了解 數據如果是這樣 該不該罰 去釐清 這個數據都是他們提供給我的 要不要罰 可是我們還是要透過檢查 沒有問題 如果是這個數據 你們會不會罰 如果 如果 因照目前的 呃 首長的駕駛的規定 八十四條之一的規定 不是八十四條之一嘛 我就跟你講 觀光局有簽八十四條之一 但是他是 約定兩百六十個小時 但是 有三個月是超過兩百六十個小時的嘛 如果他是 欸局長 你是在 傻笑 你有沒有搞錯 你在上面答的東西是什麼啊 完全不被議員所問的來答 那這樣子答有什麼意義 站在議事廳裡面有什麼意義 太誇張了 局處首長如果要這樣做啊 叫這個人來齁 重複的一句話 就可以解決一個局處首長了啦 也沒叫你來做啊 不敢勇於面對事情 不改變事情 才是問題所在啊 這麼多的局處出問題了 還用這樣的方式來回答我 你們還不想 還不想不想改變自己的 那個裡面的問題啊 我在這邊還要提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的喔 市長的部分 市長有兩個司機嘛 我在這邊也請你對市長的部分 針對市長的部分請再做勞動檢查 因為他兩個司機 如果說以三十一天來看的話 每一個司機的時間都超過 而且超過十二個小時以上 市長是怎樣 每天都上班 每天都超過十二點間以上 這個有沒有問題啊 市長的兩個司機真的大有問題喔 我們在這邊先講 我最後面他會再跟你研究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從這個單據裡面可以看到的就是 市長的司機的時間 最短都有十點八個小時 十一個小時 如果兩個人加起來三十一天 每一天的時間是多少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五 十六 這是沒可能嗎 司機是不用睡覺了嗎 有人這樣子折磨司機的嗎 這是什麼行程 市長是這樣在上班的嗎 你一天 十六個小時 你剩多少小時 可以回到家裡面 再加上你要盥洗 然後睡覺 休息起來再繼續去上班 高雄市政府是怎麼樣的一個政府 對於司機是這樣子來用的 你確實用八十四條的約定 都不可以讓員工這樣子上班啊 這實在是太離譜了 這個狀況你們還不知道啊 勞工局啊 如果說啊 沒有把這個事情處理好 你們再去開其他企業的單啊 其他企業心裡面 氣得要命 都覺得勞工局自己 不對自己內部的所有的局處 來做這些勞動檢查 針對外面的人就大 就是這樣子 馬上就開刀了 這樣子說的過去 所有的人都不會服氣的啊 還是一句話 要刮別人鬍子 先把自己的鬍子刮乾淨 是不是 我最後請問一下政局長啊 雖然你先到任啊 但是呢 這個問題我們也溝通過了 你也告訴我說你要開自己的單 我也建議你要去把其他局處開單 開單作用是什麼 警惕 謝謝議員的關心 維護勞工的權益 絕對是我們勞工局的責任 那 因為那時候有跟議員說 如果有違法的 選舉的案件交給我們 我們絕對會去檢查 那您剛剛所提到的 一些相關的局處 包括市長的首長駕駛 新工處 還有觀光局等 我們都會去做勞動檢查 去釐清 到底有沒有違法的情況 那其實在第一時間 我們也有去發文到 市政府的各個相關局處 要求他們一定要遵守勞動法令 這是我們絕對 毫無疑問的 好 我們會去釐清 釐清狀況 如果確實違法 絕對會開罰 好 那 甚至於我們會 有 市長的部分 我們也會去 特別的去了解 去檢查 謝謝議員 謝謝陳琳娜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 陳惠文議員 時間20分鐘 謝謝我們設政各個部門 還有主席 我首先我想 本席要先針對 之前有我們設政小組 有到去參訪 包括其中一個是去 我們現在委託大同醫院 大同福樂學堂 那在那裡也了解了一些 我們長照的 目前在啟動 然後它那裡是屬於 日照的一個系統 一個服務中心 那針對我們社會局 也有提供的一些資料 那目前我知道 蔡英文總統說 我們的長照2.0 只准成功 不准失敗 那之前其實在 保安小組的諮詢 業務的時候 也很多的議員 也都關心這個議題 那其實長照2.0 它是跨局處 跨局處一起合作了 那這當中我想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可能就是社會局 衛生局 這兩個是扮演很多的角色的 那教育局 可能就是在人力上的一些 跟學校的合作 可能需要他們去做平台 等等 那我看我們社會局 給我的資料 我們社會局 在這一次 可能就是說 我們總共 38個行政區 那38個行政區 每一區 一定要有一個日照或日拖 那我們是分配了25區 所以其實數目是蠻多的 那目前已經建置完成的是12個區 那還有包括13個區 那其實這次的我們2.0裡面ABC 那這個A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一個寒括 它可能要去做整合統合 它等於說是長照裡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角色 那我想要了解 因為我們明年就要啟動了 那現在是四半期 那在參訪我們大同福樂學堂的時候 其實也一直在探討說 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社福單位 我們都希望說 在社區的這些服務 然後盡量能夠趨近於社區 那也希望能夠利用閒置的空間 但是又探討到說 閒置的空間 又有很多可能會不符合 不符合我們現在相關的一些 需要建置的這些系統 或這些 包括我們的日照日拖等等 這些可能它的建築法規 可能有相違背的地方 那要修改 那要修改 又要花費更多的錢 那我知道教育局那裡 我之前也問過 它其實他們也是 在清查他們的一些 閒置空間 然後也要提供說 出來讓我們去做一些 這些機構的一些 可以使用的 那我不曉得 等於說明年要啟動了 那目前社會局所負責的 幾乎建置一半而已 那到明年 那到底 以相關的這些 閒置空間的 現在的狀況 那到底明年 可不可以建置完成 那這個部分 是我一直很疑慮的 那可不可以請我們社會局局長 能夠簡單的回應 請搖機長答覆 謝謝趙姐 謝謝議員的關心 的確 因為我們要建置 日間照顧中心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 它建物的實用執照 有它特定的一些要求 然後我們也 也跟相關的公務單位 也有討論過 那即使是可以 變更之後 成為H類組 是一個比較 變通的方式之外 我們也 還是沒有那麼容易 那我們的空間大小 需要300平方公尺以上 那如果是提供給這些 不方便的長輩 我們都會希望是在一樓 所以它的閒置出來的校舍 如果是在二樓以上的樓層 那要不然就是不能運用 要不然我們就要加設電梯 然後它所有動線的部分 全部都要改成無障礙的一個環境 甚至它的廁所 也都要改成符合無障礙的一些 相關的一個規定 那的確就像議員剛剛說的 就是如果現有的校舍 早年的建那些校舍的當年的法規 如果沒有那麼嚴格 那我們現在來看幾乎 看它是空的 我們也沒有辦法用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就會變得很多議員 常常在關心說 不是空的嗎 為什麼不趕快拿去用 我們如果用了 我們就違法了 所以這個部分也要請議員可以了解 但是我們已經盡量的在盤整 而且不只學校 其實我們除了學校之外 我們也有很多其他的空間 我們都試著可以來把它調整 作為合法又安全 拿來提供我們在地社區的一些長輩的服務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可能還是要跨局處 再繼續的合作 要不然 本席也很擔心 因為我看到的這個部分 有很多沒有建置的是原高雄縣的 那原高雄縣的有很多 以我的瞭解 這個顯示空間 其實它是連死罩都沒有 那你要再去補這些死罩相關的這些 這些程序 真的那個礦日費史 但是又不一定能夠成功 因為有很多的建築師 他是不願意去承接這樣子的案子 所以這個 依我光想像我就覺得困難重重了 那所以在這裡請社會局 真的還要再去跟跨局處的這些相關的單位 然後再去多多用腦筋 要不然 我怕你說要一區先一個日照或日拖 連這個基本的門檻都達不到的話 那在推動上一定是會受到很大的阻礙 我們這部分也是很 好不好 那加油了 好謝謝 好請坐 那本席要來跟我們勞工局來探討 那現在其實非常 現在民間很多的勞團或者一般民眾 他們現在也都是在討論 因為立法院也為了 這個一粒一休 兩粒七天的國定假日被砍 這些事情 然後可以說是肺肺癢癢 那所以在一般的民眾其實也會 也會再討論 但是呢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也許他們一知半解 也搞不太清楚 到底這些勞團他們到底要的是什麼 然後呢 其他的民進黨以外的其他的黨派 他們要的又是什麼 會搞不太清楚 那在這裡先解 我先簡單的我也來解釋一下 現在的一粒一休 依照我們現在的勞動基礎法的規定 就是每一週至少要一天的立假日 那立假日呢 除非有天災 事變或者突發的事件 等因素以外 雇主是不可以請勞工來加班的 那如果遇到我剛剛講 天災事變或突發 那的因素 必須立假日來加班 雇主呢 是要付兩倍的薪資 然後呢還要補休 那休息日呢 這個休的這個原則上 他的規定是說 休息日原則上是 可以呢 不用散班 但是呢 雇主要跟勞工協議 要協議 那 協議加班 那雇主 可以 勞工不用 不用給我們勞工的補休 但是加班費是要算的 那還有特休 這個是一般人都了解的 那國定假日就是我們原來 規定的這十九天嘛 那 會希望說 我們 有關於勞動條件 是一直一直在進步啦 我一直講這個勞動條件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那 我想台灣 目前 是 可以說是 公死前三名 第三 但是呢 我們公死前三名 但是 我們的 每一個台灣的人 的 那個 產值呢 其實 沒有 以我們東亞地區這幾個 新加坡 中國 香港 韓國 其實我們只比中國多 所以 工時多不代表產值大 這個 我想 這個是現在大家都能夠理解 所以怎樣讓 每一個小時的 這樣子的工作 能夠 得到最大的 產值 這個也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啦 那 目前台灣的 平均公死呢 原來是 兩千一百三十四小時 我們的一年 那 全球平均公死是一千七百六十六 所以呢 我們的公死其實就是 比一般 我們平均是多了四十六天 所以我們才一直希望說 我們的勞動條件要一直的進步啦 那 在這裡 有關於 勞工休假的 這個過程 一直有在做一些修正 然後一直到 我們 六月二十九 的時候 我們勞動部 就有一個公告 廢止立假日可以挪移的 那 本來是 七天休一天嘛 那 後來是 改成說 六天休一天 因為如果七天休一天的話 他可能 排休 前一 就是 首 第一週的是首 第二週的是尾 那可能他也是要連續工作十二天 所以 有做修正 那我們直接進入到主題來了 國定假日 現在真的是 有勞團 因為這樣子 現在在立法院 絕食抗議啦 那 我也知道 我 我立法院的 衛環委員會 也是今天要再去做審查嘛 那 現在 我們的 目前 行政院版本的 是 我們原來的法定公使 是 雙週八十四嘛 那 改成了 每一週四十小時 那 他的計算方式 就是 一年就會減少了一百零四個小時 也就是相當於十三個工作天 那現在 那現在 老團呢 他們一直反對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七天的國定假日 因為我們要改成每週二十十小時 所以 要把原來的七天的國定假日 那是今年的一百零五年就開始實施 每週四十小時嘛 那 七天的國定假日 一直都還沒有 去做修正 因為之前 有反對 那所以 現在 他還沒有砍下來 那一直到 蔡英文總統上任 新政府上任之後 這個問題 就在我們現在要在 討論的這個範疇裡面 那 老團的意思就是 這七天 如果砍了 等於說一天 在國定假日來講 一天等於兩倍的薪水 然後呢 七天被砍了 就是十四天 就是少了十四天 所以 你說工時減少 多了十三天 然後呢 老團會認為說 那你又砍了我七天國定假日 你又把我扣掉了十四天 那 等於說這兩個 他就等於 是 沒有進步 反而退步 他會這麼去認定 那 這國定假日之七天 那現在我想要了解 在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包括一日一休 週休二日 週休二立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那 我們的 高雄市的勞工局 我想 再請我們 局長回應之前 我再大概的去 跟 跟各位 比較一下 一日一休 就是 休息日 可以變成上班日 有加班費 然後呢 休息日的加班費的算法 前兩個小時 工資是發 1.33 第三個小時 是1.66 那如果你是 加1到4小時 是4小時的加班費 4到8是8小時的加班費 8到12是算12小時的加班費 這是我們的行政院版本 算勞工密集的一個產業 那 我們需要的 等於說 我們的勞工局 站在勞工的權益上 那 以這樣子 以這一陣子的 這樣子的 大家的一個討論正義 我不曉得說 我剛剛講的 稍微提到的 資訊上 有沒有不正確的 如果有不正確的 等一下請我們局長 也能夠指教 那 如果是正確的 那 我真的很希望說 我們勞工局 我們高雄市勞工局 也能夠在這個事件上 來去表態一下 讓 我們勞工朋友 能夠知道說 我們 勞工局的一個態度是如何 然後 請我們局長 回應一下 請局長 葛夫 謝謝 陳議員 對於我們勞工的工時 跟休假的關心 那 在 剛剛議員講的 都正確的 沒有錯 議員的功課 做得非常的深入 那 高雄市的立場 當然 相較於週休惡例 一例一休 是 確實是可以給 我們勞工 有一些選擇 是休息日呢 是要 加班 或是休息 有一個選擇 那同時 在雇主那邊 當他有 需要要 接到比較多的單 他需要 勞工多出勤的時候 他也有那樣子的 一個機會 空間 一個機會 彈性 可以請勞方來上班 所以一例一休 相較於目前 週休惡例的制度 是比較好的制度 那至於 七日假的部分呢 我的 當然 我們在 我的個人立場 以及我們高雄市政府 勞工局 我們在執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確實有發現說 這個 全國架不一致 有導生衍生很多的問題 像我們以928 教師節為例 好了 其實有很多 並不是所有的老師都 老師都要上班 然後也 但是有一些老師呢 他是勞工 有一些學校裡面的工友 雇員 他們是屬於勞基法 他們就不用上班 所以這樣子的假期不一致 其實造成了很多不方便 也造成了學生家長的困擾 所以全國的假一致 這個方向 我們認同 那至於是要增加或是減少 我們沒有特定的立場 以上簡單跟議員說明 謝謝 所以 局長的態度 就是 如果勞團的這樣子的一個意見 其實您這裡也是 站在同意的 贊成的 但是就是 你的原則性就是說 能夠是全國統一 不管是公務人員 或者是勞工 是這個意思嗎 我想 這個部分也應該要表態 因為 可以讓我們行中 又有另外一種思考 其實我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在思考 到底怎樣才是一個 最好的一個解決方案 因為 因為勞團他們的建議 雖然 一立一休 一立一休 然後砍掉七天假 這個 因為 其實台灣的經濟要再繼續的成長 因為我們都是中小企業 我們都不是大企業 這個 我們也能夠理解說 這些中小企業 有些障礙的 但是我另外一方面 又剛剛有提到 其實 公使不代表產值 這個是看你 只是說 公使不代表產值 是看這個 這個產業的一個 它怎麼去做一些 自我提升 或者是去轉型等等 這個都是需要時間的 但 勞團的建議 也是很有道理 因為 你 你 左邊跟我講說 你為我們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 那你右邊又跟我講 又給我砍掉了 那 他當然 他還是要去 選 選擇 對他自己 他覺得是有更進步的 那 而且 真的行政院要好好的去思考這件事情 那 剛剛這樣子 只是要讓我們的民眾 如果真的在看這個 質詢 可以更了解一下 要不然真的 只是看到媒體吵吵鬧鬧 根本不曉得他們在吵什麼 那 接著本席 也要問一下 因為 其實 剛剛跟我們的 上一位議員在講的 其實有一曲同工之妙的東西 真的 在我們的相關的規定 是 我們的勞動基礎法 在79條 裡面有 規定說 如果有 就 我先解釋 勞動基礎法 第30條好了 勞工正常工作 是 每日不得超過 8小時 每週不得超過 40小時 那 再來就是說 經過雇主 雇主跟 雇主經過公會的同意 然後呢 可以 做這個 這個工時的一個延長 那 接著 雇主應該 要準備 勞工的出勤紀錄 並保存5年 然後 前向的出勤紀錄 應該要記載勞工出勤的狀況到分中 那 勞工 向雇主申請 其出勤引本等 不可以 或者付本 雇主是不可以拒絕的 那我接著 直接到重點好了 因為 因為本期 借著很多的 這個 陳情案件 那 才去更更清楚的去瞭解說 這當中 其實我們在解釋上 真的 這個 勞工局 我希望說 你們能夠 自己 再來 做一些思考 因為呢 目前 本期去接到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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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陳情案件 然後 去調資料 那這些正義案件 再兩分鐘 勞基法 勞基法的部分的訴願 是現在 是訴願案裡面 最多的 那每三個訴願案裡面呢 就有一案呢 是出勤記錄的一個爭議 那 我在這裡要說一個案件 讓我們勞工舉參考 在 台北市有一個出版社 那員工他 在103年7月 連續兩天 下班 打卡 都是晚上七點 八點以後 然後 我們的勞檢員 去檢查的時候 才發現說 雇主他並沒有給他加班費 但是呢 雇主他 跟 跟我們的 勞工局解釋說 因為 他晚上 晚下班 都是在處理事務 並不是 在處理公事 那 事後 雇主也 檢據我們員工的 這個自白書 但是 那時候他們的勞工局 也是又罰款 後來他有到 他有到 訴願 那勞動部的訴願 訴願委員會呢 就把他 決議撤銷了 我想 這個案子 我們來對照 對照目前 之前 本席也有接過 常照的 醫療診所 小型產業 然後呢 他的勞工 是勞工 他自認為 簽到簽退很麻煩 他自己疏忽了 他也沒簽到簽退 那 後來也是被 我們的勞檢員 然後也去 認定說 OK他晚簽到了 然後呢 雇主沒有給他加班費 那 可是他們都有排班表 他們有排班表 他有出具這些 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 這些部分 我們勞工局後來呢 也是認定說 雇主沒有 沒有給勞工這個 加班費 所以也罰款 那 我在這裡有一些 等於說 要讓我們勞工局回去思考一下 刷卡時間超時 但 後來勞資雙方 他們 去 從 到底 這個 讓我們好解 知道是不快 第二點 書籍的 你 買賣表 雙卡 雙卡 這個算不快 因為你們 都不認定 你懂我意思嗎 剛才之後的解釋 你們都要把他們 那些 然後 加工 所以我真的覺得 真的要去 你們這次要去 製造一下 然後呢 加班之後 部主 通訊軟體交換 算不算加班 員工 那些員工 先抓好 全在加班 如果他要做 工具的話 也可以這麼做 那員工在那時間 要去辦公室 特運 跟遊玩 和資金 合作 一起 再做工 再來 生命 今出胎 請 生命 安靜 每次內耳 一個正確的力 我希望 這間 給你今天 提出來的這間 你們 公平一下 一間 好多一下 因為我真的覺得 機會這間的 認識很不一樣 造成了很多 你間 這間多小幾天 他們很多的 反彈跟抱怨 我想 這部分 再次不去 認識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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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陳慧文議員的知情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